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孩死后变成僵尸,狠狠复仇的故事 是从女孩左依要驾车去找自己的男友了 出发前台海和母亲拍了一张照,并保证自己会没事的 就这样她开车出发了 男友也在收拾着屋子,满心期待着她的到来 左依一路上都在记录着沿途的美好并分享给男友 结果在半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印第安人正在被暴徒追杀 左依有用一下,还是决定下车帮她 可一个弱女子又怎是几个大男人的对手 印第安人被杀了,她也被暴徒抓走玩弄折磨 被折磨了几天后,左依已经伤痕累累 晚上,暴徒们在另一个房间打牌 左依突然想起了和男友之间的甜蜜时光 这让她决心要逃离这个地方 她挣脱了铁丝的捆绑打算逃走 可刚走出屋子,就被一个暴徒发现 很快,她被暴徒追上 暴徒捅了她十几刀,结束了她的姓名 她将左依的遗体草草埋在土里 第二天一早,一个巫师经过发现 将左依的尸体挖了出来 接着将她带回自己的营地,施法家的复活 可由预谋中巧合 被暴徒杀死的印第安酋长之魂也在此刻被唤醒 她和左依共用一个身体 他们都是为了复仇而活 血债却又血肠 复活后的左依拖着自己惨败的身体 走到一个电话亭给男友打去的电话 并告诉她自己还活着 并说了一句,我爱你 突然,她看见其中一个暴徒出现 她竟是一名警察 愤怒的左依跟着她走进了一家酒吧 二话不说,就将她的肠子扯了出来 在一旁的老板和酒保想救下她 结果左依顺带将他们也解决了 接到电话后,男友查询了地址赶了过来 可左依已经不见踪影 接到同伴被害后 其余的暴徒似乎察觉到了不妥 他们隐约觉得,这件事和左依有关 当他们看到埋葬左依的地方已经空了的时候 他们知道,左依即将要找来了 于是打算做一些防御工作 而此时的左依身体逐渐腐烂 头发连着头皮开始脱落 他必须要加快复仇的步伐了 他在武器库拿了弓箭后找来了暴徒的基地 一个落单的暴徒成为了他的目标 他用弓箭射穿他的胸膛 接着再一件一件地慢慢射入 直到他死去为止 知道自己的命运终将也是死亡 左依来到男友所住的地方 感受着他的存在 要是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们现在该有多幸福 就在这时,暴徒们赶到了男友的住处 将他解走 他们打算用男友的安全来威胁左依 一直在按照观察着的左依 对暴徒们展开了攻击 他将弓箭插入了其中一个暴徒的喉咙 可由于身体虚弱 他还是被打倒在地 暴徒们的车狠狠地碾过他的身体 左依只能站起来无助地对着男友呐喊 本就破败的身体 经过这一次重创后更是难以行动 左依只能用胶带来进行简单的修补 为了救出男友 他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于是左依将酋长的灵魂召唤了出来 在酋长的帮助下 左依不仅拿到了得力的武器 全身也重新充满了力量 此时受伤的暴徒开车想要去找医生 一下就被左依拦下 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尽管屋内的暴徒做好了防御 但此时的左依已经无法阻挡 经过一番厮杀 只有一个暴徒绞心逃了出去 此时满是伤痕的左依来到了爱人的身边 想伸手去抚摸 却又害怕地缩回了手 昔日的恋人只能通过反光的镜子相见 在救了爱人后 左依继续追杀最后一个暴徒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最终左依将他的头颅砍下 完成了最终的复仇 在了之后 左依跳进了土坑 想将自己活埋 赶来的男友看到后心痛不已 在左依的哀求下 男友决定包他一把 左依最后对男友做了个 我爱你的手语 男友虽然十分不舍 却还是将他焚烧了 终于左依和酋长的灵魂得到了释放 他们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 前往了美丽的天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美丽开朗的女孩 因为救人惹会上身 可能很多人会说她愚蠢 但她身上的善良是值得尊敬的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遇到同类的情况 确保自己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量力而行的同时 再多一点的善良和勇气 这就够了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